欢迎收看今天的北美地方新闻 我是李佩轩 赶快来关心 首先带你快速浏览是关于北美吃日的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最新消息 纽约州疫情重灾区中 皇后区死亡率最高 本人已去世 求收到1200美金的补贴金 财政部长要求死者家属 或者遗产管理者将金额退换 针对加州关闭海滩行政令 加州各军警察不予执法 纽约州亚裔申请失业金人数 暴增6900% 纽约州所有学校关闭到本学年结束 大量失业救济 纾困支票即发 邮件失窃案增多 员工确诊仍需上班 旧金山以麦当劳罢工 全美零售快递业员工 金串联请假罢工 Smithfield一周猪肉厂 5月2日恢复生产 麻州公布各族裔失业数据 亚裔4.4万人 占到7.82% 白人占到8成 亚马逊延长部分员工 再加上班日期到10月2日 旧金山5月4日执行新规定 托尔索可为必要行业工作者 照顾儿童 美国多家航空公司 要求乘客佩戴口罩 每5分钟就有人病逝 巴西挖万语墓血 疫情期间销量差 亚利桑那州啤酒商 倒掉上千桶啤酒 乔州两人为抗病毒和清洁剂中毒送医 接下来看看最新的疫情数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众体中望 整理报道